今天过节吃粽子要多掏一点钱了 端午节肉粽的预购各的通度都已经开跑 不过收到了原物料猪肉每百公斤标破了8000元 以及肉米比较去年底大涨了两成的影响 北市的南门市场的老字号的粽子店 部分的店家三月初从每颗50块钱涨到了60块钱 而超商的预购这个平价粽 平均的也上通通贵上了一成 就连本来单价就贵的饭店的高档粽 预购价大涨了三到六成 同样的肉粽礼盒在去年卖的是1080 不过现在变成了1800涨了六成 一颗颗结石胡州粽道入滚烫沸水中 老字号粽子店端午节几个月前 订单就接到手软 过今年想吃粽子恐怕咬多头腰包 这个粽子一个一定也捡一块肉 原物料通通大涨 部分南门市场粽子老店 早在三月初就悄悄调整5到10块 原本50块变55到60元 更有店家动涨 但只能维持到端午前 初四我还没有涨 初五我都会涨 一颗粽子涨5块钱 老字号肉粽动回条 超商预购粽子 同样赶在端午节预先调价 四大超商预购价 从2013年同期199元到499元价格 涨到220元到500元不等 涨幅飙颇一成 吃还是要吃啦 所以就是说不用买太多 会有一点耶 因为现在物价比较波动 然后薪水也都没有涨 肉粽齐身寒涨 连饭店推出了高档肉粽 今年期也纷纷调整价格 知名饭店五彩粽要价1800元 涨幅高达66% 主打上等食材的鲍鱼粽 价格也飙破2800元 其他饭店业者跟进涨势 通通调价10到20元 收到原物料糯米涨两成 还有毛竹批发架 每百公斤飙破8000元 太痛肉粽连环掌 端木杰想硬井吃个肉粽 恐怕只能忍痛多掏钱 借着呼吸人李佩胜SN小组台北 这么大